不知道大家有否想念泰国的阳光与美食呢 今天我就会和大家去转危泰国之旅 不用坐飞机,不用走道歹 短短半小时就会到 首先会到访泰国的寺庙 一解大家的千奇百趣 了解不同佛像的真正意义 还会跨一小步到百年树屋 沿着溪流而行 真是有种去泰国玩飞锁的感觉 完全是望梅子壳的合家欢路线 事不宜迟,我们一起起飞啦 Hello 大家好,我是Kase的林乐宜 今天就会展开这个魏泰国之旅 也都邀请了九位自从上次我们玩了 它叫什么? Flyboard Flyboard之后没有再出现的Lodo 我突然想起周星池那里 我是Kate吧 我看到他戴帆带他叫鸡啊 哈哈 现在是男主角 什么都要啊 没有叫他说这些东西 我就现在想起 那现在我们就到这个錦石新村 那详情怎么来呢 我就放在InfoBoss上 不浪费时间去说 因为我们就要快点展开这个魏泰国之旅了 真的 其实今天我们是开车来的 凡那边 我们假装在地铁站走过去 地铁站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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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不搭地铁 拍了一辆车在这个停车场 那它是有标位的 对 我们就穿过这个停车场 左手边有一条路 就是先去了这个泰国寺廟 其实我们去泰国旅行这么多次 都没有去过寺廟 以前小时候跟着走 对啊 但是我没有 通常都是用羊羽玩游戏 但不知道为什么在泰国没有去寺廟 然后在香港去寺廟 真的想介绍给大家看一下 咦 它又跌了 啊 在这么天悉的地方 在这个地方 算是把我塞进去的里面 走进来这个位置 左边有溪楼 前面其实已经有看到一个寺廟的牌 就是突然好像去了一个热带雨林的感觉 不然它其实是一个 是不是高出公路的桥底 是啊 但是竟然突然有一个寺廟 真的很神奇 那我们现在就沿着这条黄色的楼梯 一直直上 其实都很简单 跟着指示牌走就可以了 并快已经走到上来这个 这个美加泰华拉林寺了 其实这个只是他们泰文的译名而已 那我们就现在进去看看吧 也是第一次进入这些泰国寺廟 到此宿城 尊重 这间泰国寺是全港三间泰国佛教工会 和泰王认可的佛寺之一 已经有二十多年历史了 其实佛教是起源于印度的 有分北传和南传佛教 譬如中日寒等就是前者 而东南亚地方就是后者 有不同的教义和首介 简单来说 南传佛教坚持佛教应该保持原始的教义 注重个人的修行 而北传佛教主张多些参与社会的活动 适当调整以适应社会的发展 普道、众生 泰和这个泰国寺就是南传佛教的寺廟 这里也是泰国佣工放假的好去处 他们很喜欢上山做义工 清洁佛电、剪草种花 或是帮真人煮齋菜 所以一进来就会看到一个很大的厨房 最前一点就是寺的大广场 每年五月的维沙街普差节 就是纪念佛教的创始人 释迦茅尼的诞生、成道、入灭 那个月就聚集了很多信徒 另外一个节日就是拨水节 大多的信徒会先去大虹宝殿里献花拜佛 然后就会直地而坐 聆听真人的诵经 善信还会逐一地替真人和长辈 用诵过经的清水去洁净双手 而真人也会将水轻拨在他们身上祝福 以驱除一些邪气 真女和善信还会以花的水 灑在佛像全身去祈求吉祥 纸内刚提及的大虹宝殿 就是主奉释迦茅尼佛的电雨 这个六吨的青铜佛像是泰王振送的 听说当年要封了新界华梅公路9号干线一段 用吊臂将佛像由公路天桥上吊下来 然后再用吊机和人手慢慢推上山 由于当时山屋非常破烂 所以为了方便将佛像移入屋里 还即将弄爆了一幅墙 真是花了不少功夫 露天位置还有大佛像、小佛像 亦有供奉四面佛和 附近的平房也有不少泰国的装饰 真是有一种一秒回到泰国的感觉 我们现在看完这个寺庙 走到最后左边有一条楼梯 那我就去另一个景点 就是这个百年树屋 我袋子很压重 一部机 Gobro航拍 对于你来说 哦!树屋啊!烂了树屋啊! 哦!原来就是在这里了!到了! 这么快啊!原来真的 这个叫小灵山灵演发院 还有这个树屋在1953年的时候已经建好 其实这条溪间就是我们一路走上来的时候的一条 所以应该都是一路向到下山 但是那些水可能夏天原本 那些溪间全部都比较清廉 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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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全都塌了 本身它是有一个屋顶的 但是应该是多年德修就已经塌了 所以如果大家来的话 拍照打卡就要自己小心一点 我们会不会进入这里呢? 本身它应该是有一个建筑物在这里 然后之后就没有理它之后 那棵树就跟着建筑物生长 所以才会变成这样 所以才会变成这样 不是啊! 本身这个是一个凉亭来的 只不过建了之后 那棵树就跟着凉亭生长 这些石屎来的全部都是 是啊! 转! 约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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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位置到这里 看来好! 这地方很漂亮啊! 水还好清 要升 整個人浸下去了 看著淤泥纏著你的腳 當然會上不回來 對,會吃著你的腳 上不回來 我看看會上機到這個味 等一下,我過來 我最近的接上相機 為保存的財物不會再受損 引致這條片超大肢 那我決定先拿回相機 要不然又超級了 我還有一個電話 還有一個7000多元的電話 OK 那現在你全身都是不值錢的了 你可以 喜歡做什麼都可以 真的瘀泥,我半隻腳踩下去了 我剛才跟他說了有瘀泥 整隻腳黑黑黑的 你走這邊 這裡有一些石 但你小心踩下去會陷的 因為水裡浸了很久 你要一步一步踩 掠出交出可樂 來看一下 你現在可能回來了 防止 帶 放不 Sharing LAST ANOTHER YEAR 好!玩法已經完成了一個超級簡單的行程 我想最後兩個小時都不完 已經可以走了 如果大家喜歡的話 泰文都應該有很多不少美食 可以去試一下 可以貫徹泰國的藝泰國一日遊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按旁邊的鈴 或是按LIKE 還有分享給朋友觀看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Bye Bye 這些好玩啊 這些好玩啊 如果拿到... 叫AP來,鑽這個洞吧 你不要整天在這影片都看AP好嗎? 為什麼你這麼喜歡穿白色褲呢? 尤其是你行山的時候就穿白色褲 很黑嘛 每人黑穿白色褲就拍 但是你明知道行山會髒 你還穿白色褲的 那我便洗啊